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 大家都知道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式是ax方加bx加c等于0 写到这里的话我是否已经把一般式写全了呢 好像还应该有个条件 那就是 A不能等于0 A不等于0是一般式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如果A等于0的话 那我们就得到bx加c等于0 它不再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 而是一个一元一次方程 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或者是根 这里我们的求根公式里把它叫做根 事实一元一元二次方程 这个含有位置数的等式乘以的位置数的值 求解一元二次方程的基本方法是配方法 配方法的宗旨就是 把一元二次方程写成x加c的平方等k的形式 等式的左边是一个一元一次式的平方 等式的右边是一个常数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不知道怎样解决的一元二次方程的问题 转化为一元一次方程的问题 如果我能够把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写成这个形式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k开方 然后求解x呢 不行 当k小于0的时候就不能开方 对 当k小于0的时候 这个方程就没有实书解 所以我们通过分三种情况来讨论 当k大于0的时候 k等于0的时候 以及k小于0的时候 当k大于0的时候 怎样解决解这个方程呢 开方就变成 x加上h等于更好k或者负更好k 对的 x再上h等于更好k或负更好k 这个时候我们有两个解 当k等于0的时候呢 那x加上h也得等于0 所以x等于负我们只有一个解 当k小于0的时候呢 无解 所以同学们这里可以看到了 所有的一元二次方程经过开括号一项 合并同一项都可以写成一般式的形式 在我们写成一般式的形式后 我们可以用配方法 配方法把它写成x加上h的平方等于k的形式 但不是所有写成这个形式的一元二次方程 都有解 当k小于0的时候 这个方程无解 现在我们就要用配方法 在一般式的基础上 找到一个一元二次方程解的一般形式 也就是我们这个video里写的 想要解决的求根公式 下面我把我们的一般式层抄下来 那么现在袁同学能告诉我如果要用配方法来 对这个一般式进行配方的话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把二次方程系数换为1 那就是在我们的方程左右两边各处以a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方程左右两边各处以a呢 因为a不等于0 对的 我们不可以在一个方程两边同时处以一个为0的常数 第二步呢 第二步把常数项摸到等式右边去 是的 我们想在等式左边只留下一次项和二次项 这样有利于我们进行配方 第三步是 第三步就是配方在等式两边同时加一个适当的数 这个数是什么呢 应该是一次项的一次项的一半的平方 对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a分之b的一半是2a分之b的平方等于 大家看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完全平方的展开式 这个完全平方式是x加上多少的平方呢 a分之b 2a分之b 对的 是加上2a分之b的平方 我们加的是这个 我们增加的这个常数项括号里的那个数字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x加上2a分之b的平方等于x的平方 加上2a分之b的平方 加上2倍的x乘以2a分之b 2倍和这个2消去了 所以我们得到a分之b 这样说我们这个平方向写的是对的 等于 右边我们把它写成 4a方分之b方 减去 这个a分之c上下个乘以4a减去 4ac 这个时候我写到这一步 我觉得第五步我就可以直接开方抽解了 你觉得呢 但是得看看右边的符号 是的 是的 千万不要忘记 并不是每一个写成这个形式的1-2方程 其实是每个1-2方程 我们都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形式 但不是写成了这个形式 这个方程就一定有解 我们要讨论c方分之b方减cc的正负 正负性 既然我们的分母是c方 它永远是正的 它不能等于0 因为a不能等于0 所以我们只需讨论b方减去cc的正负与否 就足够了 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b方减cc大于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方程左右 开平方 得到的结果是x加上r分之b等于 等于根号下右边的那个式子 或者负的根号下那个式子 是的 我们可以即可一等于正的 根号下c方分之b方减cc 也可以等于负的 根号下c方分之b方减cc 现在从现在开始 我们把这种正的或负的这种形式 写成正负 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 它可以这个结果可以是正的 也可以是负的 就是说两种可能性是吗 是的 这个时候大家看 其实我们可以把c方从根号里拿出来 c方从根号里拿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2a或者负2a 如果a是负的话 我想就应该是负2a吧 对了 所以我们在看 把c方从根号里拿出来的时候呢 它也许是正的2a 也许是负的2a 但是我们本身这个结果已经是两种情况了 要么是正的 要么是负的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涵盖了所有a或者是正或者是负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沿用这个正负 把2a拿到根号外 b方减去cc 所以这个我把它抄下来 这就是b方减cc大于0时候的结果 那b方减去cc等于0的时候呢 x加2a分之b等于0 只能到这里 大家请看 x加2a分之b等于0 其实这个结果已经涵盖了这个等 涵盖在了上面的这个等式里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因为如果b方减cc等于0的话 那么根号下它也是0 所以整个那个分式就是0 是的 所以说这个式子我们可以用它表示 b方减去cc大于0时候的情况 也可以用它表示b方减去cc等于0的时候的情况 因为当b方减去cc等于0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项的分子 2a分之b 根号下b方减cc变成0 也就是x加上2a分之b等于正负0 也就是0 那老师是不是说就是两种可能性 现在就只变成一种吧 如果b方减cc等于0的话 是的 我们可以写成 我们可以写当b方减去cc大于等于0的时候 我们的求根公司是这样一个形式 当然我们还没有把2a分之b拿到等号右边 但是基本上的形式已经确定了 当b方减去cc小于0的时候呢 方程无减 完全正确 现在我们说它是第六步吧 但其实已经 我们已经几乎得到了求根公式 我们把2a分之b拿到等号的右边 x等于 负的2a分之b加减2a分之根号下 地方减cc 还可以进一步把它写成同一个分母 2a分之负b加减根号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我们这里讲的主要目的 求根公式 现在我希望大家 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观察一下求根公式和一般式 从本质上讲 求根公式和一般式 讲的都是我们的位置数和系数的关系 这个一般式讲的是 我们的二次讲系数a乘以位置数的平方 加上二次讲系数乘以位置数 加上常数项等于0 它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的求根公式描述了 描述的关系则是 我们的位置数等于2a分之负b加上 加减根号下 b方减cc 不同的是 依然忘记 一般式在我们已知abc的情况下 并不能告诉我们x的值是多少 而我们的求根公式 在已知abc的情况下 就可以求解x 这就是两个同样都是 两个同样都是a和x abc和x的关系式 但它们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在之后的我们的其他的视频里 你还能听到 我们讲根源系数的关系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见到 根源系数的第三种关系 它也有其他不同的用途 那么现在我来为了强调 我把我们的公式 学根公式 在这里 请记写下 x等于 如果b方减去cc大于等于0 即这个方程的解 实数解 存在实数解 那么任何一个因缘二次方程 只要你把它画成一般形式 确定二次项系数 a 一次项系数 b和常数项 你就可以把这些数 直接带入我们的求公公式 而得到我们一二次方程的 对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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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